大家好,因為疫情的關係,現在都少了很多人去行山 如果大家真的要去行山的話,就記得要戴好口罩 雖然會有一些氣速的情況 不過如果你都需要盡量戴好口罩,避免病毒散播 由於現時的新冠肺炎比較肆虐全球 所以我都不打算繼續拍一些行山片 所以我現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天氣方面的知識 其實我今天想說的是一些風場預報的圖 希望讓大家看看天氣的參考 事不宴遲,我們馬上開始了 首先我們要去到香港天文台的網頁 你就可以看到香港天文台現在有一個新的網頁 不過已經新了很久了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地球天氣,由這個重點推介 你一按進去地球天氣,Earth Weather 你就可以看到今天到8月4日,即是9日的天氣預測 你一進去,找回香港這個地方 你可以Zoom大,看得清楚一點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選擇 之前沒有有下波高等海放 之前有的就是風速、溫度、降雨、震風 現在又多了一些功能 也很明顯是在這方面也很明顯 在這方面也比較好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風暴路徑 如果有風暴路徑就會顯示 如果沒有風暴路徑就會顯示 如果沒有風暴路徑就會顯示 如果你要看有沒有颱風的話 你就要看一些風暴路徑的預告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位置 可能是一些低壓區出現 大家都可以看到 黃色的地區就是比較大風的位置 不過這個有一個不好處就是 只是有限度 如果你想看美國的天氣 就不可以了 因為這個地球天氣 都只是Focus在這個亞洲的地區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想只是對香港的天氣 就可以Zoom 只是向Zoom在這個香港的天氣那裡 然後如果有震風 你可以這樣看 很明顯 看到很明顯有一個低壓區 他發現原來是8月4日 我們再看看8月4日的天氣 果然這裡真的有雨 8月4日星期二 有雨 看到也是比較大雨 看到 然後他在這裡 在九天的預測和天氣開放 保證都看到了 東南風4至5級 即是表示 還有一些降雨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就是這樣 這個地球天氣 這個網站 就可以幫助我們知道 什麼時候是打風 或者其他 或者是如果有颱風的話 有些波動 不過因為也有一個限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只是提供未來的三天的預報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英文 或者簡體字 都是那句 有風暴就有風暴路徑出來 之後 如果大家想回去主頁的話 也是沒問題的 你只需要按回香港9TT會報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另一個應用程式 也好 網站也好 因為Windy.com 是有應用程式的 可以給你下載的 一看到這個 就可以看到 這個 包括整個地方 也是有的 你可以看到一些寬場的預報 如果你在手機上看 可能有一些設定 可以給你設定 以及在手機上也可以下載 你一進來就會看到 選擇香港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想看未來的天氣 我剛剛在地球天氣 就已經看了 今天在8月4日 好像有一個風和 然後我們又再檢查一下 Winny.com 這是ECMWF 是最多人用 而且是最準確的 現在很多不同的氣象部門 都在用這個軟件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也是比較明顯的 這裡除了剛剛在地球天氣 香港天文台的地球天氣網站之外 也有更多的 包括空氣質素 其實還有軟化碳等等 都是比較多的 看到海洋比較少 內陸的地區 例如廣州、東莞、松州 比較多 江門市都比較多 其外 它也有一個衛星 或者雷達圖像 你看到雷達圖像 你也可以調較慢 或者快一點 可以看大範圍 或者四範圍 它也可以看到美國的範圍 都比較廣泛 比地球天氣更廣泛 不過GFS 其實很少會使用 多數會使用 ECMWF 我們看看GFS和ECMWF的分別 GFS擺明是一個台風 大家可以看到 ECMWF 只是一個小小的 低壓區 好像一個低壓區 可能還未發展成台風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這些 看天氣的技巧 以及分享了幾個應用程式 或者是一些網站 給大家去看未來的天氣 下次我們有可能 會跟大家去行山 或者是拍攝其他生活紀錄片 現在時間都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